在江苏与安徽交界有一座城市,历史悠久,风景秀丽,美食众多,让很多文人默客都流连忘返,这座城市叫扬州。 徐宁说,天下三分明月夜,二分无赖是扬州。 张户感叹人生,只和扬州死,杜牧更是念念不忘扬州,不停追忆春风十里扬州路,卷上珠帘总不如。 十年一叫扬州梦,赢得青楼薄姓名。 唐开元十五年,大诗人李白在黄鹤楼送别梦浩然,他不会想到一千多年之后,烟花三月下扬州会成为扬州最好的宣传语。 烟花三月,就是扬历四月,正是扬州最美的季节,玉兰花、梅花、樱花争相开放。 青山条条烟雨萌萌,寿西湖仿若清明上河图,千里樱蹄绿应红。 何缘玉兰花开,各缘庭院深深,见真录樱花白如雪。 春风十里不如你,烟花三月,让我们一起下扬州吧。